大家好我是班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观战来的观战一把 公主 阵容的话,拉拉队员 教授,飞行家,佣兵 这套阵容的话,说实话 非常耐打的一套阵容 你看教授有壳,佣兵耐打吧 拉拉队员有位移,飞行家有位移 这个阵容作为一个单刀型建管 比如说你掏个谁呢 掏个守夜人 哇,遇到这阵容真的泪流满面 但是约瑟夫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约瑟夫就看他自己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些顶尖玩家如何来跟约瑟夫进行一个较量 这套阵容打约瑟夫其实我觉得不太好评价 就他如果说约瑟夫没有什么镜像节奏呢 确实这个阵容还蛮强的 但是一旦形成了一个 比如说上来是一个五刀开打三个人的 球者这边状态不好的 我捡个人或者是我交个闪 形成一波击倒 但是现在傭兵这边状态是蛮适的 就还行漂亮一个五刀开 这波五刀开 捡不捡得到 人在小房 楼一圈过去 拉拉队员这边双弹 双弹的话自己没那么快 但也差不多起来了 但也差不多起来了 拉拉队员如果起来了 这边交个闪现把拉拉队员击倒 对约瑟夫来讲这个节奏是很舒服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注意到没有 他的镜像CD现在还剩下差不多20秒 对吧 我闪现抬了拉拉队员 闪现抬了飞行家 只要能形成击倒 拍张照 舒服的一塌糊涂 这个节奏 你用兵来就好了 这局就看这边拉拉队员 给不给这个闪现身位呢 现在给他拉拉队员啊 尽量先爱闪 他第一时间的走位是在躲这个闪的 兄弟们注意到没有 他第一时间这个走位是 没有往这口子走 而是往直接边线走 当然因为我们的这个视角 并不是特别清晰啊 不知道约瑟夫当时是怎么闪的 反正这个闪现躲掉的 求生者 有点强了 有点强了 这拉拉队员双弹 那么加速一波接一波 这边卡板子 还好没有教授的可爱 到了 这边的话被卡一下模型啊 也可以了 说实话 这一轮拉拉队员的牵制呢 我觉得已经非常优秀了 外面的密码机等到 这边 因为刚说嘛 交闪现机到以后拍照很爽 很舒服的吧 但是现在的话呢 你拍照 外面机子已经救完三台了 佣兵这边过来救一救 待会飞行家 飞行家补不了状态 但是飞行家可以剪壳 或者说待会教授 状态补满以后来就来扛刀 这些都可以 这个局现在已经是 求生者的偏优局了 偏优局了 我们看一下 拉拉队员这边 似乎还有二六的可能性啊 约瑟夫抓一个拉拉队员 带双坦 我甚至觉得 约瑟夫这边好像只能打镜像了吧 这拉拉队员处理不掉的 这拉拉队员一定处理不掉 这拉拉队员 你连毛都打不到 我说的 这边用命枯去卡的呢 没有 他只是在镜像旁边 他不会不救的 一定救 救完 好 怎么办 打不了 打不了 这拉拉队员现在无敌 下一个加速好了 这边的交互点 够约瑟夫喝好几壶了 切一手过来 哎呦漂亮啊 哇噻噻噻噻噻 镜像过板 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 但是佣兵 这边骑台机子 飞加骑台机子 然后教授这边的遗产机 哎呀 主要飞加的薄命套不上 约瑟夫下一波是有闪的啊 下一波是有闪的 进度给到教授 这一个镜像过板 太顶了 打一刀 人就下来 闪现十秒钟 不过这个局的三人开门战 应该是非常好打的 约瑟夫这一波 他一定得交闪 不交闪这个拉拉队员 我再说一遍 无敌 好吧交闪 交完闪以后呢 你拿外面的人就没什么办法 你再拍照呢 其实机子差不多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两台是不是差不多了 你拍照其实也不太拦得住了 呃 三人开门战应该是有了 约瑟夫这边应该第一时间先拍照吧 拍完照以后呢 这个照应该是能打到就是开门战的这个照 所以瑟夫应该会在这波照里面做文章 就这波照 想先形成一波击倒吗 教授的话三秒钟壳 这边进板子稍微 可以压机救人的啊 可以压机救人的 这边是挂地下室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一波求生者的这个状态 密码机点亮的话 这个飞行家可以过来套薄命的 镜像结算 他也不是一刀枚 这里开始找镜像没有镜像 那这飞行家压在这边 再说一个 再说一遍这两个字叫做无敌 用兵点门 飞行家救 救完以后怎么说 教授这边直接吃刀20秒 强冲 这能冲得出去吗 讲道理这刀如果打中的是飞行家 我觉得飞行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除了这个口子以后 直接开门就好了 吃一刀加速啊 飞行家是肯定能走的 但是这教授我不知道能不能走啊 薄命套走啦 没有 如果刚才那刀打中的是飞行家的话 这个局就三跑了 因为飞行家一定能走 教授有可 约瑟夫这里要打教授 佣兵过来还能帮忙掩护什么的 就不好说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